老师坏笑道 你不选硬的便是了 再说了 还说了绝不后悔呢 十四都快要哭了 皇上 你就体恤体恤臣弟吧 我错了 真的错了 日后一定将话听完了再做决断 您就成全臣弟呗 老师呵呵的笑道 瞧你这点出息 十四见状立马给老师跪下了 谢皇上成全 别别别 这事成不成还难说呢 十四自然得赶紧的问缘由啊 老师气气挨挨的说道 一马阿如诺那边一直就没有点过头 还得问问他的意思 二马 你这么些年都没有阿哥哥哥出生 皇后心里都有些打鼓呢 听了第一点的时候 十四还想说 这个没问题 我去做阿如诺的思想工作 可是一听到第二点 十四的脸都绿了 慌扰 那些可都是谣言呢 老师不顾十四绿脸 双手一摊 可是 你这十多年 的确没有添阿哥哥哥呀 十四的头发都快给气得冒烟了 老师连忙地补充一句 谁叫你各三差五的 朝福里领新人 你要是不纳新人 也没有这些事不是 我哪知道啊 他们不生 我有什么办法啊 皇上 您可以去太医院打听打听 我这身子骨 可好好的呢 老师笑声了说道 又不是只有太医院有大夫 十四双手握成了拳头 若不是老师是皇上 十四肯定是两拳杂想老师了 这边养性殿里的两个兄弟 貌似谈话的气氛不怎么和谐 而那边的楚秀宫中 气氛也不是其乐融融 反而陷入了一片的沉默之中 阿如诺不是齐木格找来的 是主动进宫的 一大早宫门一开 就递牌子说想齐木格了 见了齐木格 阿如诺二话不说就直奔主题 问齐木格流言背后 是不是涉及到了朝廷上的斗争 因为老师告诉了齐木格 其实是有两个流言的 只不过其中一个流言的范围 目前还能控制在十四的家中 但是为了谨慎起见 齐木格还是问道 什么流言呢 阿如诺不满地说道 姐姐外边传得那么厉害 你还想瞒我不瞅 齐木格只好说 是说十四弟受伤了吗 见阿如诺点了点头 齐木格放手道 你姐夫已经叫人去查了 不过怕不是那么容易 就能查出使坏的人的 阿如诺叹气地说道 哎哟 这朝堂上还真是复杂呀 竟然连这样的流言 都能泡制出来 姐姐 那十四爷有了对策没 齐木格灵机一动 笑道 没有什么好法子 不过我倒是给你姐夫说了 实在不行啊 就将你支给十四弟 然后齐木格就将两条理由 一条是自己的 一条是老实补充的 说给阿如诺听了 当然还补充了一句 前提是十四弟真的没有病 阿如诺听了 好一阵子沉默 齐木格急忙地说道 哦对了 你要是瞧不上十四弟 这婚一定是不会成的 真的 你别生气 我就是这么一说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见齐木格有些焦急的表白 阿如诺笑了笑 姐姐 我不是那种不识好歹的人 你对我是如何 我心里可有数着呢 真的 要不是姐姐一直帮衬着 我的日子也不会这么舒坦 说来啊 我算是鼎鼎的有福了 齐木格文言 不觉得心中有些愧疚 自己虽然一直都希望阿如诺 能够找个合适的人改嫁了 但是早些时候 忙着自己一家的前程 没怎么上心 也就是书信中提过那么几次而已 并没有帮阿如诺用心地去物色 后来知道了十四的心思 为了老实 自己还隐隐期望阿如诺能够瞧上十四 如此一来 万一不幸地要在自己一家子的幸福 和阿如诺的幸福之间进行选择的话 自己也就不用背负卖昧的内疚了 幸好 康熙不同于常人 直接善为了 想到这儿 齐木格真心地对康熙充满了感激 多好的一个老头啊 挽救了自己的人生 齐木格还没有感叹完呢 就听阿如诺说道 姐姐 十四爷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 齐木格摇了摇头 不知道 你姐夫也不清楚 不过 我怀疑啊 多半是有问题 否则 怎么这十年多 府里就没有天丁呢 阿如诺顿了顿 郑重地说道 如果十四爷真的有病的话 那我就跟了他 这个决定太震撼了 齐木格彻底都傻在那了 过了半场才说道 阿如诺 你疯了 十四弟只是对你有心思 并不是对你有恩 你要想清楚啊 阿如诺淡淡地笑了笑 姐姐 这世上 能够有几个男子 能像十四爷那样长情呢 您别拿姐夫来说事 几千年呢 没准就会出姐夫这么一个 齐木格郁闷地说 他对你有情 不代表你必须要喜欢他 这是两码事 姐姐 等我死的时候 如果问我这辈子 绝对不后悔的是什么 我一定会说 我绝对不后悔 当初偷偷地跟着阿布来京 那你 你真的喜欢十四弟 那些年 不 也就是有一点喜欢罢了 没有到生死相许的地步 如果这些年 没有十四爷的消息啊 我如今想起十四爷 也不会有太多的情绪 只是没想到 十四爷会一直念念不忘的 倒叫我有些感动 只是 我们都不是那种 被情感蒙住眼睛的人 所以 当初 他会一句情话 也没有对我说 我也没有给他什么念想 所以 当呼和去世以后 我们都没有不管不顾 齐木格轻叹了口气 哎呀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虽然我挺遗憾的 但是换了我呀 我怕也会和你一样 现实太残酷了 不是我们去争取 就能争取一个圆满的结局的 齐木格会佩服那些 为了爱情不管不顾的人 但是绝对不会嘲笑那些 趋于社会压力而被迫的 放弃所向往的幸福的人 因为他自己就是后者 毕竟在生活中 除了爱情 大家要背负的东西 太多太多了 哪知道阿如诺却笑道 姐姐 也许你不会 但是姐夫应该会 齐木格张大了嘴巴 看来老实 在包装个人形象的方面 还真是一把好手 没去开公关公司啊 还真是屈才了 阿如诺 你姐夫也不会的 他会和十四弟一样 皇子背负的东西就更多了 要他们去爱得你死我活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阿如诺笑道 爱心觉罗出情种呢 齐木格摇了摇头 是的 爱心觉罗是出情种 但是两个男主人公 可都是将皇位拿到手了 如果在他们为登大宝前 叫他们在皇位和女人之间 二选一的话 齐木格并不相信 他们会不要江山要美人呢 因此 齐木格只能对老实 这个铁杆粉丝说道 你认为你的姐夫是情种 这只是你的想法罢了 或者说 这只是你的希望 偶像基本上都是 被粉丝们给想象出来的 却听阿如诺叹了口气说道 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 我到底是喜欢的是 十四爷这个人呢 还是我想象中的一个影子 齐木格一听 也跟着叹了口气 十多年的异地恋 就靠一年一封的书信 一车礼物 还是单边的 齐木格也真的没法乐观起来 谁知道十四喜欢的 是不是他想象中的情人呢 因此 齐木格便说道 阿朱诺 如今胡冷斯和特末尔都大了 有些事情 怕还是和他们 好好地商量商量吧 你先别在这急着牺牲自己 以回报十四弟这些年的长情 先听听他们的意见吧 阿如诺说着 我们蒙古人 齐木格打断道 蒙古人改嫁是很寻常的 呼冷斯他们 也许不会有异议的 但是 谁给他们当继父 他们怕还是会有一些想法的 十四弟府里 不是说是龙坛虎穴吗 但也绝对不是风平浪静的小溪 你愿意委屈 呼冷斯他们 不见得乐意他们的娘委屈啊 阿如诺想了想 苦笑了一下 心想一下 我竟然不知道 该怎么向他们开口啊 齐木格说 你最好三思而后行 反正我的意见就是 如果十四弟真的有病 那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当然 如果你要坚持的话 我也不拦着 不过 我也不会帮你 去说服呼冷斯俩兄弟的 而且 我认定 就算你铁了心 最好还是私下和十四弟多接触接触 免得日后后悔不是 齐木格担心 阿如诺和十四 真的忠诚眷属之后 并不是如童话故事一般 从此永远幸福地活下去 而是发现 自己一直念念不忘的对象 竟然和自己一直以为的模样 相差太远了 失望之余 会成为怨偶 其实 阿如诺一直没有松口 不就是担心这一点吗 与其让阿如诺 在爱情破灭之后 一边守着火寡 一边耗费心神的 和十四的妻妾勾心斗角 那还不如 让大家有个美好的回忆 不是 因此 齐木格当天 没有给老师说 阿如诺的决定 担心老师 透露给十四之后 十四就算是没病 也会跑去 从阿如诺哭着说 他真的有病了 不过 齐木格没想到的是 每两天 德飞竟然派人 请他去唱春园去听信 齐木格接到请柬 急忙地就找老师询问了 德飞的意图何在呀 难道是十四附近 将阿如诺卖给了德飞 哭着要德飞给他做主 但是 这两天没有听说 十四两口子又打架了呀 老师也不大清楚 便说道 凡事你听着就是了 如今你是皇后 他为了儿子儿孙 不会为难你的 齐木格一想 这道理的确是如此 当下便放了心了 不想老师又说道 既然你去了园子 顺便给宜飞也请个安吧 齐木格撇了撇嘴 知道 看在九哥的面子上 我会去的 老师呵呵地笑道 九哥这么辛苦地为爷奔波 宜飞要是说什么 不太中听的话 你别恼啊 宜飞仗着和老师的关系好 偶尔会情不自禁地 敲打齐木格两句 齐木格提起九二个 便开始想念 洪燊和弘历了 哎呦 也不知道 两个孩子如今怎么样了 而此时 洪燊和弘历 正在接见 齐木格的老朋友 英国男爵 格洛夫呢 俗话说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老师要开通海路的旨意 虽然在大清商人眼里 是一件大好的事情 但是 毕竟商人 在人口结构的构成中 占的比例很小的 因此 在主流社会中 这个旨意 算得上是 地地道道的 坏消息了 所以 这个传播的速度 比风还快 连马尼拉的洋人 都得了信 洋人一得了信 立即就慌神 蛋糕早就分好了 大清 乖乖地敞开大门 当好市场就行了 掺和什么 销售渠道啊 于是 西班牙商会的会长 就火速地 跑到了安居岛 冲着洪燊 将海陆的危险 说的是 悬之又悬 洪燊 但听不语 而且 英国东印度公司 竟然也派了个人 来找洪燊 说是和奇木格 在前山寨 有过一面之缘 算得上是朋友 作为朋友 他不得不好心地 提醒一下 海陆有危险 投资需谨慎 海拓洪燊 给奇木格 转交一封信 这个人 就是 格洛夫呢 洪燊 将信给接了 也没有多说什么 于是 洋人一瞧 便开始想起了 馊主意了 于是 每两天 安居岛的汉人 便遭到了 好几波的 土著人的骚扰 因为当初老师 搞了个儿童团 虽然当初 儿童团团圆 如今都已经长大了 但是儿童团 这个体制 却保留了下来 因此 在大人 过了几年 安稳日子之后 便开始 放松了警惕的时候 儿童团的小团圆们 便发挥了 巨大的 预警作用 反正在山上放牛 也挺无聊的 还不如 做做游戏呢 于是 在游戏中 担任哨兵的团圆 便意外地发现 前来偷袭的 土著人 于是 一时警灵大作 村民们 纷纷仓促地 操起了家伙 将来犯之敌 给打了回去 不过 却有好些人 受了伤 战斗一结束 村民 就去官府报案了 如今 大家可都是 大清子民了 村民们 理智气壮地 要求官府 为民做主 因为这几年 与土著相处的 还算比较融洽 所以 官府起初 只以为是个案 便打算 与土著高层 沟通一下 在谈判桌上 吃吃喝喝一番 笑谈中 将事情给解决了 不想 这边的 请客照会 还没有送出去呢 又有四五个村 遭到了袭击 于是 当官的就火了 两个皇子 还在安居岛呢 土著人 也太过 给自己面子了吧 不过 红申却制止了 官府的报复行动 而是叫人 给周边的土著首领 发了个请帖 请他们赴宴 请帖总共发出去了诗章 结果 有三个人没来 于是 洪申便宣布 宴会延期了 派了三队特种兵 跑到那儿 三个藐视 大清皇子的 土著首领家中 将人给捉了来 在延期开启的宴会上 将这三个人 好一顿地奚落 最后 当宴会结束之后 还将这三个人 给扣下了 这也是为什么 红利都扎折了 说洪申 泛起魂来 还真是不要命 而九阿哥也急忙地 从吕宋水师的驻地 赶往安居岛 以控制局势 和洪申交流一番之后 九阿哥便写下了封守谕 从吕宋水师驻地 增掉了一队人马 来增援安居岛 以备不时之虚 老师给九阿哥的秘职礼 赋予了九阿哥水师兵权 然后九阿哥又马不停蹄地 赶回吕宋来 洪申这边 拉着红利 见了这三个土著人的家人 收了他们的礼物 但却没有给个准话 说到底放不放人 因为洪申还在等情报呢 不想情报还没等来 齐木格英国老朋友 格洛夫呢 却又递了个帖子 要求见 格洛夫呢 看着眼前的红利和洪申 心里啊 如打翻了五位瓶一样 什么滋味都有 东印度公司一直向国会抱怨着 大清当权者喜欢关起门来 过自己的小日子 害得他们年年都是贸易逆差的 可是如今 格洛夫呢 倒是希望 大清啊 还是继续关起门得了 这么个庞然大物 一旦眼睛朝外瞅了 那带来的变动 可不是一点半点的 瞧瞧 大清才在吕宋经营多久啊 扳着手指头还不到二十年 可是如今 吕宋各岛都能找到大清的元素了 许多土著人 蜂拥地跑去学汉语 撇开了那些 有钱的 有闲的人不说 就是一般的民众 也喜欢在日常对话中 夹杂着一些汉语 以显示他们一点都不傲的 为什么一般民众 也能接触到汉学呢 这就得说 到大清的文艺宣传队了 起初是军队的大老粗门 走街串巷地 扯着嗓子 歌颂着大清朝廷 不想却受到了文娱活动 极度贫乏的土著人的大力欢迎 随后 大清就索性地 组织了一批专业文娱宣传队 不时地 给大伙免费的表演 丰富多彩的节目 更是吸引的土著人 发了疯一般的追捧 连六十多岁的土著老狱 也能哼着大清的军歌 可想这文化侵略 搞得有多么的成功啊 更让人郁闷的就是 如今 吕颂各地 基本上都是能见到 佛教 道教的 更可气的是 许多地方的佛教 道教 压根就没有大清的和尚和道士 全都是土著人 跑到汉人的庄子参观之后 自己主动克隆的 反正也不需要背什么教义 没事去磕头就成了 弄得传教师们 叫苦不迭 他们可是经历了好几代的人 才勉为其难的 让一部分的旅送土著 皈依了上帝的 这下可好了 短短十多年 这帮家伙就抛弃了上帝 跑去到佛祖那边去了 更让人郁闷的是 人家佛祖使者 还没空来招人呢 在文化宗教上面 大清视魄如竹 在经济上 大清也是大获全胜 大清的商品在吕颂 那叫一个好卖呀 那兰花布 说有多土就有多土 可是土著人 却是一窝蜂的 去抢购 那抱着鱼的胖娃娃 并不比长着翅膀的天使 又可爱多少 可是土著人 就是喜欢在家里 摆着那个胖娃娃的陶瓷 那汉服一点也不接见 可是土著有钱人 就是喜欢穿呢 更可气的是 土著人留下几代的短发 竟然也开始呈现出 消失的时态了 一小部分的人 竟然开始留了辫子 那么难看的辫子 竟然成了时尚了 就会让你来点赞 干什么 再来点赞 再来点赞 就会让你来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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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